HELLO 大家好我是LINE 好久不見 今天終於難得又有機會把相機打開拍影片了 我本人很久沒有對相機講話覺得有點尷尬 那今天為什麼要拍影片呢? 今天的影片是我宿舍房間的Room Tour 因為我室友換人了 所以我想說在新室友搬進來之前有一點時間 趕快來拍一下讓大家看一下我們宿舍到底長什麼樣子 那就趕快開始吧! 我上次點吧! 我前面就和你不見分開拍片 我上次點的れた資源 我本人對連這看的那個好主人 哎呀 我上次點的搬家 把錢放在一邊 總之房間進來之後呢 我們的腹地非常的小 那個門打開就是這邊門口基本上放東西 門就會打不開所以超不方便的 然後進來就是有一個鞋櫃跟我放了曬衣架在這裡 然後這個燈是感應的 然後這個是我貼上去的 它是可以放那個拖鞋在上面 因為就是門會打不開嘛 然後總之它這個鞋櫃的設計其實還蠻不好的 因為你看它一格這麼高 怎麼放鞋子啊 總之我就是只好留鞋盒然後堆疊沒辦法 然後呢進來之後會 它的廁所跟浴室是分開兩邊的 廁所這邊的話 它不是每一間都這邊左邊是什麼右邊是什麼不一定 總之廁所裡面就只有一個大鏡子 這樣還蠻大的 然後我把收到的Tagbay的箱子拆起來 然後放那個衛生棉之類的東西在這裡 然後跟一些清掃的東西 還有一瓶殺蟲劑 因為我們需要在山邊很多蟲 然後另外一邊 嗨 另外一邊是浴室的部分 浴室的話我們這邊有一個浴簾 它是你洗澡的時候你這樣拉起來可以在裡面換衣服 不然的話真的很不方便 然後裡面是這個門是最近換的有變得比較好一點 然後浴室就長這樣 浴室也是什麼都沒有 然後如果東西放在地上我覺得很不方便 所以我買了一個這個架子貼起來 上面目前都我的東西沒錯 總之就是這樣子方便非常多 而且你看它這個啊就是沒有水龍頭 它直接就是接蓮蓬頭 或是有點不接 然後洗手台這邊的話 我在前面放了一塊這個龜藻土的地墊 就吸水能力很好大家都知道 因為如果你用抹布的話其實還要洗還蠻麻煩的 在這邊的洗衣機是共用的 覺得不太OK 所以我覺得放這個方便一百倍 然後就是我東西很多大家都知道 我這邊就是這個架子也是我貼的 我之前用室友室我用這一邊它用另外一邊 然後我放了就是漱口水啊 洗眼液啊卸妝的東西啊 那個洗衣精 然後眼睛眼睛藥水啊 肥皂啊洗碗精啊洗手乳什麼的一大堆 這樣子 然後給你們看一下裡面長怎麼樣 我在這邊放了一個吸塵器 因為有吸塵器真的是我覺得非常棒 大家都需要一個吸塵器 然後反正進來之後呢 我們基本上是分兩邊 但是因為家具是大家可以自己移動的 所以每一間的格局可能會有點不一樣 那我房間的話就是直接很簡單分左右 它這邊的話就是一個床 然後一個書桌椅子 然後有一個櫃子跟一個衣櫃 衣櫃很大 超大 我覺得還蠻不錯的 打開給你們看 就簡直比我在台灣衣櫃還要大 你看這麼大 我覺得很棒 但是因為我的衣櫃很亂 然後我衣櫃前面沒有腹地可以站在那邊拍 所以我也不打算讓你們看 裡面也亂七八糟 然後這個床下面就是有兩個抽屜 很大的抽屜可以放東西 我覺得很棒 然後呢給你們看一下這邊長怎麼樣 它就是一個簡單的書桌 不是那種有的學校比較高級的設備 它可能會桌子有插座啊什麼的 沒有我們學校就是很基本很陽春的 然後一個簡單的書櫃 跟一個簡單的櫃子 櫃子長這樣 我那邊的在門口 然後上面其實還有一個燈 但是它壞了 其實有沒有壞好像沒差 因為就是很暗 沒有用 然後給你們看一下這是我的位置 我的床 然後剛剛說的這個櫃子呢 就是我是拿來放一些生活用品啦 就是因為跟鞋櫃一樣 它的格局就是這一層很寬 就其實還蠻難利用的 所以我個人是塞那個紙箱 進去讓它當隔層這樣 然後裡面就放一些可能引起人進藥水啊 就是一些生活用品 那種消耗品之類 然後大家很需要的 現在很需要的口罩 然後面紙 暖暖包 然後什麼吹風機 護髮的東西 衛生棉 洗衣精啊 什麼全部都塞在這個櫃子裡面 就是比較方便我拿這樣 然後我的床下面有兩個抽屜 我一個拿來放內衣褲 另外一個拿來放幫大家買的東西 還有就是食物們 目前是食物啦 打開讓你們看一眼 因為亂七八糟 你看都是食物 然後因為我的衣櫃前面就是腹地很小 因為它就是這個沒辦法放直的 會過不去 總之我現在就是拿一個IKEA袋子拿來當髒衣袋 我就洗衣服的時候整包背下去 然後跟一個瑜伽墊 我的棉被呢是在網路上買的 不是那種就是廣商市場棉被 因為我其實覺得廣商市場棉被不好看啊 以及下面這一塊 它是電熱毯 因為就是我們需要的冷氣跟暖氣都有定時 所以電熱毯其實也是蠻必要的東西 然後我床上的好朋友們 就是一定要有兔子玩偶 然後跟我放了兩本書 一本是這個 文在寅推薦給那個 青蛙台員工的 苦心良善一文打 還有另外一本是 Fionn有推薦的新韓國人 就是我無聊的時候可以看 但是我目前都還蠻忙的 沒什麼時間 然後還有就是 過敏人必備衛生紙 大家可能覺得我的枕頭很奇怪 因為我的枕頭其實是一個 那種攜帶型的緊枕 但是它打開也是可以當枕頭用的 我覺得很棒 我就睡這個就好了 然後這個架子是之前 就是有朋友回台灣 然後他帶不走 我就把它帶回來裝在這裡 其實我們宿舍沒有規定說 大家不能在宿舍裡面放什麼東西 沒有那麼嚴重 就是還有人放沙發咧 反正我就放了一個這個架子 然後就剛好把鬧鐘卡在那裡 然後呢 這邊有一個冰箱 冰箱是原本我跟我前世友一起買的二手冰箱 但是因為它現在搬去另外一個房間 那個房間有冰箱 所以這台就留給我用 所以我就把它搬進來 然後冰箱上面就放一些可能 Berita濾水壺 然後跟一些食物什麼的 因為其實韓國人沒有很喜歡煮水喝 他們比較習慣用飲水機或者是買生硬酥 生硬酥我也是有買啦 但就是因為我很常泡茶 所以我就自己帶了一個Berita來 就是直接煮比較快 然後這個架子上面我就掛了很多 有的沒的東西 然後跟包包 其實掛的還蠻重的 它都沒有垮下來 我覺得還蠻厲害的 然後在這個架子上面裝了一個燈 因為我怕我從書桌要移到床上去的時候會摔死 反正我就裝了一個燈 然後現在看不太清楚 我會在旁邊放那個晚上的照片給你們看 看起來就是很厲害 哈哈 自己講 冷氣在我的這上面 這個是冷暖七期 它一樣也是就是定時的 我覺得很煩 但沒辦法 然後這邊是那個煮水壺 就放在中間 然後 然後因為我剛買完菜啦 所以其實冰箱很滿 然後呢 這個架子其實是我剛買的 剛買沒多久 想說利用一下空間來整理這些東西 就是那台是之前跟台灣人一起合賣的印表機 放在這裡 然後鍋子什麼的 因為我們學校有廚房 然後我們要煮的話 就會自己帶鍋子去煮 因為畢竟在那邊共用的 就是你也不知道上一個人有沒有洗乾淨 還怎樣很麻煩 所以我們就自己帶自己的鍋子去 那我鍋子目前放在這裡 然後這兩盒 一個是 都是氣墊 不知道看不看到 另外一盒都是眼影門 總之我就是放這樣子 我想說放這個架子在這邊 比較不會擋到動線 覺得還滿OK的 然後另外就是我自己 因為我剛說這邊很暗嘛 所以我自己是放一個立燈 因為我覺得 放一個台燈在桌上 還滿佔空間的 所以我就放在地上 我覺得立燈很棒 然後我買立燈很厲害 它就是可以變色欸 你看可以變黃光 我覺得黃光真的太棒了 我這個人非常喜歡黃光 Anyway 總之就是這樣 然後 這看起來應該不像是一個要讀書的人的桌子對吧 對沒錯 就是電腦 然後都是化妝品 全部都是化妝品 這每一盒 每一格都是化妝品 用那種盒子吧 那種sample 用來辦的放在裡面 然後 有了還是有書的 然後給你們看一下我的那個 後面的櫃子 這櫃子這邊放這塊布 就是完全是為了之前想說拍片的時候 都可以當背景用 不然會後面很亂 就想說用一塊布把它遮起來 就放了一塊布 但結果沒空拍片 總之它現在就是 它就是遮 遮後面的東西用 然後給你們看一下 大概是放了一些什麼 上面全部都食物看到吧 這邊 就是我的小小的 書們 書跟一些論文 就是 真的在像在讀書的角落在這 然後剩下都食物 然後這邊都是化妝品 就是我有把一些就是香水整理在這裡 然後那個藥品啊 維他命什麼的 整理在這邊 然後這一個角落是都茶包 因為我是也要喝很多茶的人 然後這邊還是一些化妝品 到處都是化妝品 然後面膜什麼的 anyway 反正我這個櫃子也就是 亂七八糟到處都是化妝品 然後我有買一個這個推車 也是化妝品 sorry 反正就這樣比較方便 然後這個桌子其實就是很陽春啦 就湊合著用囉 以及就是 那個是電扇 因為 這邊夏天也是一樣 就是說冷氣也是一樣定時 所以我們還蠻需要電扇的 那因為現在就是怕它 斬回城 我就買了一個套子把它照起來 然後我把信箱丟在這 上面是飯 然後衛生紙在那邊這樣 然後我們有窗戶 我們的窗戶也是一樣兩層的 韓國窗戶基本上都有兩層啦 就隔音跟隔熱的效果會比較好 看看外面長這樣 因為其實真的 你看打開就突然很吵啊 對吧 外面有一條光 我們 我的窗戶外面有爬藤 所以窗戶 紗窗是完全打不開的 也好 因為這個爬藤到夏天就是會長滿葉子 然後會有毛毛蟲 我真的超崩潰 然後 反正外面就是這樣這樣 這是我的窗戶 然後我在我前面的牆壁上貼一些東西 這個是之前在那個去艾莫莉的本社裡面 他的那個可以自己拿的那個小卡 就把它貼在這裡 就這樣 真的全部都是化妝品 對 那我的房間大概就長這樣子 以上就是宿舍大致上的樣子 那就是給 對這個小孩有興趣的人 或者是你就是單純對我房間有興趣的人 看 參考這樣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這裡 也希望我下支影片不會再拖太久 就這樣子囉 掰掰